取一根扭扭棒对折,开头预留4厘米,尾部交错 把右边的这根油下往上从中间穿出,左边这根油上往下穿,尾部旋转一圈 同样的右边油下往上穿,左边油上往下穿,整理整理花瓣的形状 然后将两个尾巴并在一起,花瓣捏出小船的幅度,一朵花需要6片花瓣 给花瓣涂上色粉,渐变的效果就出来了 叶子用两根扭扭棒,在中间交叉处固定,给布3厘米左右拧紧 捏出叶子的形状,一朵花做两片叶子,然后组装,花瓣用透明胶带固定 第一层固定三片花瓣,第二层的花瓣固定在第一层的空隙处,最后用绿胶带缠绕花杆 加上叶子继续缠绕 圆魂滚的浴巾箱就完成啦,快特你的手给你做